現在我們看到哪裏呢 我們看到復活的保羅 帶著一個復活了的團隊 去傳一個復活的福音 現在我們去到第十七章 是說的是什麼呢 保羅開始他的宣教旅程 OK 我們以後看的書信 保羅有十三封書信 全部的書信都是在宣教旅程中寫的 寫給他在宣教旅程中建立的教會 OK 我現在和你看看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在哪裏呢 第十七章在貼薩羅尼加 貼薩羅尼加就是我們下個星期要看那封信 OK 在貼薩羅尼加 保羅當然是奮勇的見證 在貼薩羅尼加 保羅當然是被人追、被人趕、被人迫白 這些是復活的樣式 所以這裏第十七章第六節這樣說 那些人抓不着他們 就把耶穌和幾個弟兄拉到地方官那裏 喊叫著說 這些搞妖天下的人也到這裏來了 耶穌竟收留他們 這些人都違背海撒的命令 說另有一個王叫耶穌 我想你留意一件事就是這班迫白保羅的人 他們幫保羅起了一個花名 保羅和他的團隊有一個花名 那個花名是什麼呢 搞亂天下的人 有一本書寫寶羅的傳記 叫做搞亂天下一事圖 所以一個真正復活的宣教團隊 應該是在搞亂這個世界的 如果有一天人想起公理堂 一想起公理堂就想起 搞亂天下的那間教會 那我們就發了 那現在可能還未 你問人家你覺得公理堂怎樣 很好啊 那些人很有善啊 好什麼啊 那即是我們還未到 但有一天 我們被人誉為是搞亂天下的教會 那就厲害了 那怎樣搞亂天下呢 就是下面那句 這些人都違背了凱撒的命令 說另外一個王耶穌 你要知道凱撒是羅馬的君王 當時的凱撒是當神那樣大的 但是他們就說 不是凱撒耶穌才是主 你看我們經常都說Jesus is Lord 是不是那間教會在上面 放了一個很大的Jesus is Lord 你明白嗎 那個是初期教會的一個信仰告白 Jesus is Lord 可以斬頭的 因為Jesus is Lord 那凱撒是甚麼呢 如果耶穌是主 那凱撒就是不是 就是你在反羅馬 OK 但我又想說回頭 有些人會喜歡說 所以起初基督徒的信仰是非常political 很政治化的 我想你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基督教最後去攻擊的 就不是凱撒要凱撒落台 而是他在說凱撒代表當時人的社會價值觀 羅馬人有一個價值觀 那個價值觀是在於他們敬拜的凱撒 那是甚麼呢 簡單來說 money, sex and power money, sex and power 而當我們說我們有另外一個君王耶穌基督的時候 耶穌基督所代表的價值是甚麼呢 money, sex and power 的相反 你看路加福音也看到了 耶穌說的 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 在兩項福音裡面這樣說 海撒要追求的是地上的財寶 我要大家追求的是天上的財寶 這個是教會搞亂世界的其中的原因 你繼續看下去你會看到的 我們現在去到第十九章 去到十九章的時候 就去了以佛所 遲些我們都會看以佛所書 保羅盡了會堂一年三個月 放膽 講到這些主題了 復活了之後做甚麼呢 放膽講到 論上帝國的事 The kingdom of God 這個是很重要的中心 勸道眾人後來 有些人心裡肝硬不信 毀綁者道 保羅就離開他們災 那裡租了一間學堂天天辯論 他又教導辯論 其實這是很厲害的 我幫你加了這張照片 因為保羅在以佛所的事工 所有開始 他講了三個月之後 被人趕了出來 就是去猶太會堂 趕了出來之後 他做甚麼呢 他就租了一個hall 在這個hall裡面 他就天天和人辯論 如果你去看你英文也好 中文也好 有個food note 有些舊卷說他每天 由十一點至四點下午 他就不斷和別人辯論 你當他在傳福音 有時是在教導基督徒 有些是和非基督徒在問問題 在做很多事情 做這些福音的事工 其實呢 我看到這句話 我心裡很羨慕 你知道我們今天做教會 有很多事務 要開會 保羅不用開會 保羅天天都在講福音 十八點到四點 可能他早上也要做一下 因為保羅是積棚的嘛 又要吃飯和人聊天 但是你想想這個人 他每天所有的時間 投入在福音的傳遞裏面 教導等等 然後他做了兩年 你看他的結局是甚麼呢 因為亞西亞的地方人們也 聽到福音了 因為當時 以拋所是一個大城市 很多人 好的人 他們很想說 因為每個人都要聽 但他們是不斷地講的 他不是一個星期說一次 他真是天天在说,天天在说 这件事很棒 我现在想你看看结果 结果以法所变成如何 当时因为保罗的讲道 有很多已经信了人 或者自己觉得自己信了人 开始承认公开他们所行的事 那当然不是好事 他confessing their sins 他们承认自己的罪 又有很多平素行邪述的人 即是信那些假神的人 他将他们的书都拿出来 堆积在众人的面前焚烧 他们计算书格 得知共值五万块银钱 有些人信了主 他知道他以前那些算命书 那些偶像 现在要焚烧了 那烧了多少呢? 烧了五万块银钱 五万块银钱是多少呢? 一个银钱是一天的薪水 那你计算一下 五万块银钱就是一百六十年的薪水 那你不要问谁的薪水 你计算一下自己的薪水 一百六十年的薪水 那些美国的神学家 都计算一下这个数 五六百万美金的 一把火烧了 多厉害的时间 但是这个真的是悔改了 亦都是很老家福音的主题 那些钱不要 不要太浪费了 卖了它行不行? 不卖了 烧了它 因为这些事所做 主的到大大的轻和 你有没有想想 如果公理堂发生这件事 摧毁偶像会发生什么事? 我估计我们这些会友都不是在家里 自己存在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 会开始不再追求名 不再追求利 可能我们教会都失去了很多的收入 失去了很多的奉献 不要紧 不用怕的 主的到大大兴和 就好了 还有的 仲在依佛所 那时候因为这道而起的骚动不少 No little disturbance 很大的骚动 因为 这个人两年在那里不断地说到 有一个银杖 他是做这个瓦底米的 他这些人就是 因为做银杖而生意 于是他们要迫白保罗 因为保罗convert做到很多人 他令到很多人不再去敬拜这个银杖 不再去拜偶杖 于是到了这个地步 影响了他们的生计 继续了 第26节 他们看得也听见者保罗不但在以佛所 也在 就是亚世亚全地 就是一个大一点的 可能在一个省份里面 忍有迷惑了 许多人说 人手所造的不是神明 保罗现在又有另外一个花名 那个花名就是什么 他忍有迷惑众人 我不知道 有一天有人说 就是公义堂 忍有迷惑我的子女 以前个个 我从小到大都教他要赚钱 现在他去了教会内 所以被教会诱惑了迷惑了 我不知道 我们那天星期五星期三 有些是做儿童事工的 我们都有少少讨论 就是那些 外面那些不信主的家长 想送子女来公义堂 大体都是很喜欢我们教会的 就是觉得我们教会教得很好 那些弟弟很乖 但如果有一天 我们有画 不是画他们 然后他和我家乱迷惑了 就是去到家长去投诉 喂 你教会搞什么 我们的弟弟去到你那里 完全不是那一路 这么厉害的 又不要去赚钱 那怎么可以呢 这样我们就发了 保罗就是这样一样 于是那个行业被人歧视 就是那个假承全部都没有了 好 最后 最后一个图画 復活的福音传道地极 保罗去到罗马 在罗马他越发壮胆 留意第十六节 他去到罗马有一个看守他的兵 如果你看保罗书信 你会发觉 他是二十四小时被人扣住锁链的 是有个兵和他一起的 他又不是坐牢 technically 他是软禁 OK 如果有人问你 《少行传》里面 装载了保罗的宣教礼程 有多少个宣教礼程 就是missionary journey 通常我们的回答 主要学的回答就是三个 保罗做了三个 其实答案是四个 最后的宣教旅程是保罗去到罗马 去到罗马 罗马是当时的首都地极 圣灵要降临 赐利力量 你要为我作证耶路撒冷 犹大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保罗真的去到地极 就是去到罗马 如果上一年有听我讲罗马书 你知道我罗马书的系列叫做西游记 保罗发梦都是想去西边传福音 他想去西班牙 他写罗马书就是希望经一经罗马 罗马的人可以支持他去西班牙 而保罗自己都很想去罗马 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很想发梦都想去罗马 结果他有没有去到呢 去到 但是结果去到的时候是带着锁链去到 如果你不认识圣经里面的神 你就会说人算不如天算 那真是惨 但是如果你明白圣经里面的上帝 新的里面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 你应该 这个就是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作为是什么 復活的大能会给你放胆的全港 復活的大能会给你苦难的全港 这个是復活的印记 我带你去看《笑华人传》最后那两节圣经 保罗去到罗马 他在那里住了两年 自从自己给钱的 因为被人软禁 但是他一直24小时有个罗马兵兵 跟他绑着链在一起 但是他说什么呢 范来见他的他都接待 放胆传港上帝的国 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 没有禁止 有没有看到《笑华人传》是怎样完结的 保罗传福音有没有任何阻拦 没有 其实他的技术是出不了家 被软禁的 他有锁链锁住 但是上帝说 他传福音 他放胆传福音是没有禁止的 那什么叫做没有禁止的传福音呢 我们经常都在想 我们的屎曲就是 最好我们的社会很自由 我们有宗教自由 那我们就放胆 你有没有发觉在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那些基督徒都不传福音的 很搞笑的 你经常都说要宗教自由 我给你宗教自由 你又不传了 我们不放胆去传 反而在一些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被困住的地方是没有难阻的 如果路加福音最后完结的话 我告诉你 上帝的道是没有人难道的 通过苦奶去传人这个福音 好 结束了 我们回到这几条问题 我想你用这几条问题作为你的讨厌方法 什么是复活的教会 OK 我有一个要求 跟上次一样 不要冲淡我的杯咖啡 真是邵行传里面说的教会 其实应该是今天我们教会的样式 就不要说那时候过了气 现在时代不同 人在江湖心里面 说什么 这个不是的 我想你用这个圈子 来为我们的教会祈祷 復活的教会是什么 復活圣灵洗礼大能见证 火焰降落仕途见证 復活众人悔改 众人真敬拜 不是假敬拜 我们教会敬拜 十号风球都大不掉的 你知道的 但不代表我们有真敬拜 復活看见上帝的荣耀 復活迎接恩怨迎接永恒 復活承受苦难眼睛明亮 復活搞乱天下摧毁偶像 復活掀起骚动挑战假神 最后復活去到地极的见证放胆 全降上帝的天国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圈子去祈祷 你去到你的祖里 你没有什么想分享 不要紧要的 闭上眼睛祈祷就对了 就是按着这些圈子 为我们的教会去祈祷 OK 那我们一样分祖 我希望你记得你大的祖 总之这边就是01234 那边是56789 OK 大概找到你自己的祖 如果你不是属于星期六的 但是你又离祖的 你是旁听生的 那就跟我一样 跟我一起做灵祖 好了 我罚你去灵祖 灵祖在最前那里 OK 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 接着我们去分祖 接着就可以散了 不需要等到很晚了 天父我们感谢你 很开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去狩猎一些在少人传里面的片段 看见你复活的大能 主要是帮助我们 心里渴慕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这样的教会 愿我们每一次的祈祷会 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去祈祷 这个是你的荣耀 十价是你的荣耀 全让是你的荣耀 主要有一天 那些人见到我们的教会 是这样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就是 因为这些人 有耶稣与他们一起 是的 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 他不是假神 他真真正正在我们当中 似我们的力量 愿你在我们的节弟兄节目里 兴起那么多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懷住一个感恩复活的心 将你的道传到香港的极端 传到中国的极端 传到世界的极端 祝福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这样期待 和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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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